王林来到仙刚大陆不久 就惹到了苍龙宗宗主杜青 但是这杜青也是个有意思的人 看到王林与七道本源 更是拿出了大天尊才有的金银 一下子给杜青下残了 但是这家伙也是个人才 他转念一想 这是自己接近大天尊的机会了 为了牢牢抓住这个机会 杜青献出了誓言 成为王林在仙刚大陆上的第一个小弟 王林准备一口气 将火之本人的真身凝聚出来 但是吸收周围所有火灵之脉 只凝聚出双腿 一怒之下 王林索性将差不多洞幅界大小的面积 全部用神识覆盖 将里面的所有之脉全部抽来 更是有两条自脉被吸引而来 以王林如今的实力 无法抵抗两条自脉的意识 王林只好命令杜青牵制其中一条 杜青秀未度过七次玄节 尽管还不是真正的空姐出七 但依然深不可测 若非是王林手段诸多 想要让此人折服 很是艰难 此人更是性格谨慎多变 且为达木地囊却能伸 如今为了巴结王林 此刻出手 便是最强神通 却见其身体内紫光一闪 众志本源赫然扩散出来 龙魂咆哮中刚一接近杜青 顿时全身一震 似凭空增加了无数倍的重量 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 直接就从天空轰然落下 砸在了大地上 挣扎中不断的怒吼 可却无法挣脱出来 随着紫脉龙魂的咆哮 杜青身体内立刻就有火焰 似不受控制的扩散开来 仿如要反噬一般 这一幕被王林余光扫过 对于杜青的种植本源 王林有了新的认识 没有再去理会杜青 王林除了分出一丝 使人士低防外 全部精力都用在了 正咆哮而来的 岩浆火龙身上 紫脉火龙全身散发 浓浓高温 更是在临近的过程中 许是与天地的气息摩擦燃烧 使得身体外滋生了 大量的黑烟滚滚 看去不像是火龙魂 反倒像是一条新钢妖龙 在被黑烟缭绕的火龙魂 冲向王林的瞬间 王林一头白发飘动 身子向前一步迈去 右手抬起 掐绝之下向前一挥 立刻血光一闪 却见血剑从王林手中凭空出现 化作一道开天血光 从上至下 生生地斩向紫脉火龙魂 这一战之下 天地色扁 轰鸣回旋间 血光碰到了火龙魂 发出轰轰巨响的同时 火龙魂吃筒 咆哮中身子向后退缩 欲避开血光一见 但血光太过 几乎就是在这 火龙魂退后的一杀 从其身体上横扫而过 在一声淒厉的嘶吼中 却见火龙魂的身躯 赫然就被血剑横扫 斩下一劫 荒鸣惊天 逝去了一截身子的火龙 连续后退 王林双眼寒光一闪 他此刻是凝聚本源真身的关键 布甲斯所向前一步迈去 左手虚空一抓 就霸子脉龙魂的一截身子抓到 向后一抛 落在了一战火球内 火球吸收了这一截龙魂 顿时火焰再次剧烈起来 其内已然出现了 四肢的本源真身 顿时有了凝聚出躯体的迹象 王林输入闪电 一闪之下就是千丈 杀出现在了退后中的 紫脉龙魂上空 他动作形容流水 虽说没有如杜青样 一个本源出去 就可镇压龙魂 但一见惊天 同样犀利 此刻在火龙魂上空 王林右手默然抬起 金光万丈从其手心内扩散出来 金光一闪 顿时就让不远处的杜青心神一振 在他的瞳孔内 映出了王林手中 被金光缭绕的金影 此金影一现 莫说是杜青 这区区龙魂立刻身子一颤 凶残的双目内露出恐惧之色 他本不愿来此 是被王林抽魂而来 此刻在看到金影后 第一反应就是欲逃走 其身一晃 瞬息就是万丈 远远看去 只能看到一个黑点 王林神色平静 右手向着远处火龙逃顿的地方 一直立刻金光剧烈的闪烁中 金影呼啸而起 直奔远处而去 王林根本就不去看结果 转身看向被杜青镇压的 另一条火龙 就在其转身的一瞬间 远处传来一声 使得大地震动的轰轰巨响 紧接着金光一闪 远去的金影沙呼啸而来 漂浮在王林身边 金影内清晰的存在了一条 缩小了无数的火龙 挣扎中发出绝望的嘶吼 这一幕 看得杜青心惊露条 不愧是大天尊制作的法宝 这威力 且看此人的神色 他显然是还没有施展权力 杜青眨了眨眼 连忙露出微笑 向着王林抱拳 恭喜道友获得两条紫脉龙魂 这本源真身 差不多可以完全凝聚出来了 王林微微摇头 没有说话 而是右手抬起一点金影 顿时其内龙魂被一团金光环绕而出 直奔一站火球而去 火球吸收了一条 完整的紫脉龙魂 其内火焰轰轰 却见拥有了四肢的本源真身 身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凝聚起来 但在凝聚出了一半后 这火焰却是渐渐暗淡 慢慢的有了熄灭的迹象 王林眉头移皱 扫了杜青一眼 杜青不说七脚玲珑心也差不多 立刻会饮 右手抬起一只 被镇压的龙魂 在紫脉龙魂挣扎嘶吼中 直奔一站火球飞去 杀林记 在碰触的一瞬间 一站火球爆发出了强大的吸力 疯狂的吸收龙魂内的火焰本源 在龙魂的嘶吼下 最终消散 全部被火球吸走 吸收了又一条自脉龙魂 这火球再次昂然 其内亡灵的本源真身 身躯的部分立刻凝聚 在伴住香后 身躯完全的凝聚出来 此刻这火球内的本源真身 具备了四肢 具备了身躯 唯独头颅 还是属于朱雀的样子 看起来 很是有些诡异 但火焰的力量已经到了极限 一站火球轰然崩溃 化作点点火星再次背着围有头颅 没有转化的真身体内 随着火球的瓦解 一股极为强悍的威压 从这没有完全成功的本源 真身上扩散出来 笼罩八方 杜青距离不远 背着威压一冲 暗自心惊 以她的修为 都有一种次于退后避开的冲动 足以说明这本源真身的强悍 杜青深吸口气 眼中露出了渴望 她也想凝聚出自己的本源真身 188条之脉 三条紫墨龙魂 都无法完全凝聚出本源真身 这真身的难度实在太大 按照这种难度 难怪在洞府界中 根本就没见过任何一个本源真身 以洞府界的资源 根本就无法完成 哪怕一句都不可能 王林暗谈 本源真身的艰难 她此刻感慨很深 越是往后 需要的火焰本源就越多 这一个头颅 不知需要多少火焰才可凝聚出来 王林沉吟中 半程的火本源真身向前一步迈去 化作一片火海融入王林左眼 在其融入的沙 王林的左眼立刻有了惊人的变化 在其左眼内 没有了以往的火焰印记 而是出现了双瞳 双瞳 给人一种极为妖艺的感觉 活动了一下头部 王林身子向前走去 在其身体移动的沙 她的身后立刻就出现了一个虚影 似与其身体同步 但却看不清相望 这突然的变化 顿时就让杜青倒吸口气 这莫非就是本源真身出现后的异变 影随身动 我在大魂门内 曾看到过一次大魂门老祖 其出现时也是这样 身后似永远有一个虚影跟随 走到哪里都是这样 尤其是施展神通 更是如此 王林眉头一皱 似有所察觉 王林看了杜青一眼 杜青听闻此话 立刻精神振奋 脸上露出微笑 抱拳道 杜某荣幸知智 王道友放心 我必定发动所有弟子 寻找地火龙脉所在 更是让宗门的长老出动 去抽出龙魂拿回送给道友修炼 王林神色不露细目 缓缓点头 与杜青化作两道长虹 直奔远处飞去 二人身后 这大片的山湾峡 地火紫脉 渐渐枯萎 天牛周内 两道长虹灌空而去 急速极快 尤其是杜青 此人修为本就高深 在这速度上自然要比王林快上不少 此刻前行中 余光在身旁王林里一扫 内心有了不同的心思 此人到底是什么修为 看似空灵巅峰个样子 可却能接我两世神通 且好像还没有尽全力 不过修为可以隐藏 但速度却同样是判断修为的一个标准 且看看他的速度能有多快 杜青不动声色 慢慢地把速度增加了起来 呼啸间隐隐超出了王林一些 且距离越来越大 也不能太过明显 略微看出一些就可以 毕竟我还要依靠此人去接触大天尊 杜青也不敢过分 眼看王林寺无法速度再快 正要放缓速度之时 却是双眼瞳孔猛的一缩 因为王林冰冷的目光 落在了杜青的双眼内 与此同时 王林右手抬起向前一挥 立刻一片黑雾在其手中弥漫 杀间一声尖略的嘶吼 骤然从黑雾内传出 这嘶吼极为刺耳 更有震撼心神的作用 杜青距离不远 再听到这嘶吼的伤 心神一枕 甚至有种身体要崩溃的错觉 似着死命之中 爆发出了一股绝带凶眼 要撕碎他的身体一样 杜青面色骤然一变 他从没见过这种凶手 黑雾中 文王一闪而出 其猙獰的样子 巨大的口气 有一缩小后如山一般的身躯 还有全身黑色的栗刺 无不让杜青心惊 杜道友 你速度太慢 要跟上 王林缓缓开口 身子向前一步迈去 踏在了文王身上 文王身子向前一冲 眨眼不见踪眼 急速之快 让杜青再次骇然 看着远去已然没有了踪眼的王林与文王 杜青脸上露出苦涩 恨不能给自己一巴掌的样子 压下内心的骇然 展开全部的速度 积极跟了上去 哎 此人身上法宝众多 本源众多 就连凶兽也都不凡 更有身后背景 还凝聚了罕见的本源真身 招惹不得 攀比不得 杜青不断地安慰自己 可还是觉得颇为憋屈 奶奶的 凭什么老子就着那么穷 真是 不能比啊 杜青越想越是难受 非了半天 还是没看到前方王林的身影 此人是天之教子 和那些大宗派的真传弟子一样 我没法比 不过我杜青的一切 修为也好 法宝也好 大都是依靠自己获得的 虽说比不过他那么多 但此人的一切 我敢断定都是大天尊所赐 哼 他运气好而已 杜青想到这里 内心采烈有平衡 若是他知晓 王林的身份与来历 知晓王林两千多年修道的艰辛 此刻怕是再没有半点平衡的念头 因为就算是他 若出生在洞府界 给他两千年的时间 给他贪狼的契约 怕是也无法做到如王林这样 走出洞府界 时间慢慢流逝 转眼就是半个月 在这半个月中 王林停顿了几次 等杜青赶上 连续飞了半个月 文王精神抖擞 没有丝毫疲惫 此文进化蜕变多次后 在速度上极为恐怖 甚至连杜青都无法追得上他 且他在飞行中 还可以吸收这仙刚大陆的气息 在身体中如修士一样自行吐蜕 如此一来 他的速度是越来越快 比王林自身前行 要快鼠背不止 杜青在后 神色颇为狼狈 这半个月的时间 他同样没有歇息 不断地急持 每次看到王林雨 让他恐怖的凶手 似不知等了多久的样子 他都会郁闷不已 看向文兽的目光 更是带着无法置信 他这一生见过不少凶手 但拥有这种速度者 却是不多见 哎 他之前不拿出金印 就是在坑人 现在来看 他明明有不被我追上的手段 可还是故意让我追上 此人太阴了 杜青苦笑 又过了数日 在杜青感觉疲惫到了极限的这一天 苍龙宗遥遥在目 望着苍龙宗 杜青看着身边很是从容 面不红 气不喘 始终在凶兽背部打坐的王林 又看着其身下凶兽似没有飞狗 也有未尽的样子 杜青不知道该说那些什么 在二人临近苍龙宗的遗水 整个苍龙宗的弟子 纷纷从各自所在之处走出 齐齐抬头看向天空 还有没有被封印镇压的三个长老 更是一闪飞向天空 他们原本以为是老祖把凶人擒住带回 可看到老祖气喘吁吁 王林神色从容的一幕后 却是一个个目瞪口呆 不知发生了什么 你们待着干什么 还不来见过老夫的挚友 这位可是老夫的至交道友 他帮我们苍龙宗大忙 老夫特意去请来感谢 杜青双眼一等 扫了一眼这那些苍龙宗的弟子 大袖一甩就把众人全部扫开 王道友请请请 杜青脸上露出微笑 向前迎 这突然的变故 让所有苍龙宗弟子 一个个神色古怪 但老祖之威已深入他们心身 此刻纷纷沉默 看着老祖营的凶人 去了远处宗兰吼山 有古怪 以老祖的性格 不说牙字必报也差不多 如今这个样子 只能说明这个姓王的神秘人 就连老祖都颇为忌惮 孤儿才会隐为上兵一样 之前失去了双臂 此刻重新恢复了肉身的中年男子 目光一闪 内心分析起来 老祖很有可能与此人交过手 但却不敌 另外两个长老 二人相互看了眼 均都看出彼此目中的骇人 苍龙宗弟子这里暂解不说 且说这杜青一路带着王林去了后山 此地虽说也被毁坏 但山体还在 其内洞府依旧 洞府内 颇为奢华 头颅大小的夜明珠无数 香载里 把这洞府笼罩 抬头看去 如同星空一般 其内更是多尖时事 炼丹 闭关等等 修饰所需之物 全部应有尽有 王道友 此地简陋 还望海寒 先在这里居住几日 待山门重新修建好后 再换地歇息 都青脸上推紧微小 这时事他认为已经很好了 地面是海东式铺城 可以增强天地气息的凝聚 夜明珠也不是繁匹 化作星空的样子 可以让人感悟天地浩荡 还有丹房内 更是奢华 不动声色 盘西坐在了一旁 看向杜青 忽然开口 杜道友 王某来自外州 不知这天牛州内 地活主脉在何处 天牛州太大 王林神社无法覆盖全部 短时间找不到主脉所在 需要消耗一定的时日 仔细搜索方可 杜青一听王林此话 便知晓对方的心思 略以沉吟 他盘西坐在王林对面 缓缓开口 天牛州熟火 此州地脉大都是火脉 传闻这一片片火脉 连成一个阵法 镇压着一头天外之牛 此牛拥有莫大神通 在仙纲大陆之初 被我仙族仙族斩杀 身体化作天牛州 元神被镇压在火脉下 此事是传闻 真假与否无数年来 有诸多之人查看 但都没有线索 可是还有一个传闻 就是说这一条条地火脉 不是仙族不治 而是天外火牛的身体经脉所化 你要寻找的地火主脉 按照这个传闻来说 是属于火牛全身最大的一条 贯穿身体的经脉 此脉在大魂门 有一处连接之地 杜青说这最后一句话时 声音忽然小了下来 前右手抬起向着四周一挥 一片静置封锁了四周 杜青很是谨慎 低声说道 大魂门为东周九宗十三门之一 其内强者众多 法术莫测 谈论此门 时必须要进行一些防范 以防万一 我本园中有火 对于地脉感受较深 每次去往大魂门时 我体内的火焰 都会被无限的压制下来 四在大魂门内 有一股极强的意志笼罩 使得一切火力在其内 都要屈服 根据我的分析 那里应该就是 天牛舟地火主脉所在 甚至在大魂门中 还有火本源 达到了极强程度之羞 且我还知晓 大魂门的老祖 青牛真人 此人修为高深 他拥有和你一样的本源真身 不经说起这个青牛真人 神色露出恐惧 亡灵双目一宁 记住了这个名字 以我的修为 在大魂门内 只能作为外门长老 且我有个同族的前辈 是大魂门内门长老 有这层关系 再加上外门长老这个身份 苍龙宗才会受到庇护 王道友拥有大天尊所赐法宝 按理说 大魂门必定将你奉为上宾 但要动其地火主脉 怕是有些困难 杜青隐晦的开口 王林神色如常 对于大魂门 他只知道两个人 你可听说过 大魂门内有两个弟子 名为樊山路 樊山梦 王林看一下杜青 樊山梦 杜青神色一动 我听过樊山梦这个名字 他是大魂门的核心弟子 被称之为大魂门双轿之一 道友认识他 听说过 王林目露沉思 话锋一转 又问了下来 龟义宗呢 此宗也在这天牛州内 如今与大魂门相比如何 康人毕竟修为不高 他所知道的事情 自然比不过杜青 王林知晓不多 龟义宗很强 如今隐隐压过大魂门一头 九宗十三门的排名 怕是会有所变化了 龟义宗这那些年来 出了一个叫做云义峰的弟子 此人修为很高 且天资绝伦 如今是天牛州内 除了老辈外 第一高手 我曾与此人有过接触 此人不凡 杜青想到了他所看到的 云义峰一见横草 大魂门数人败退的一幕 说起这云义峰 我倒是想起了一件事情 此人曾说 这天地间有人修到两千余年 修为深不可测 即便是他云义峰 在其面前也不敢出见 就算是东周四大天骄 在人面前也不配成教 此事当时掀起了渲染大浪 本有诸多质疑 但大魂门却是罕见的默认 就连龟义宗内也没有出言解释 如今已过多年 此事八成有假 老夫就不信 有人能如此 杜青说着 没有看到亡宁在听闻此话后 双目内一闪而过的金光 这世间哪有人能修炼两千余年 就能让云义峰这等人物不敢出见 如此推崇 这种人物若真有 岂不是早就明镇先祖 被大天尊收为弟子去了 说着说着 杜青忽然话语一顿 似想起了什么 下意识地眨了眨眼睛 看下王林 他眼中瞳孔收缩 一个颇为大胆的念头 突然从他脑海内迸发出来 这个念头 让他倒吸口气 看下王林的目光 露出惊异不定 天牛州既然有地火麦 那么这附近其余州内 是否有地方存在了雷麦 王林避开了之前杜青的话题 这个杜某此生只去过云涛州 康阳州 还有宁神州 范围只是整个东州的一半而已 在这三周内 没有雷麦所在 此事实在是不知晓 不过在下可以代为打庭 或许大魂门内 有一些人知道也说不定 毕竟大魂门为九宗十三门之一 其内弟子外出历练 往往会把一切剑文 全部告知宗派 这属于他们历练的一部分 杜青摇头 先刚大路无边无际 单单一个东州 就很少有人全部去过 他这一声连同天牛州在内 公走过四周 已算不凡了 王林避一点头 眼中又沉思闪过 片刻后 他看着杜青 好似随意一般 徐徐开口 东林宗 在哪一周 杜青神色一宁 陈寅少请 缓缓说了起来 东林宗同样是九宗十三门之一 其所在是东州偏北 大盛州内 传闻此宗极为神秘 很少有弟子外出 王林避问了几句后 便露出一丝疲惫之责 杜青老成精 岂能看不明白 连王起身告退 临走前他信誓旦旦 道友放心 老夫这就发动全部宗门之力 寻找地火之脉子脉所在 若能亲自取回之魂 定会让宗内弟子 拿来奉给道友 杜青离去之后 如他对王林所言样 立刻下达了一道道宗门之令 一时之间 以三大长老为首的 三个大神通修士 分别带着苍龙宗弟子 向着三个方位散去 还有被变成了木头 惩罚封印的长老 也被杜青放出 给了其代罪理工的机会 寻找地火之脉子脉去了 王林独自盘膝 在这颇为奢华的洞府内 被叶明珠的光芒笼罩 整个人看起来 好似身体外存在了 一缕缕雾气缭绕 不真实起来 他双目沉思始终存在 脑海中之前杜青的话语回旋 雷本源也需凝聚出本源真身才可 不能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 东林宗的东林池里 毕竟七彩先尊苏道的记忆 或许会存在一些夸大 雷本源若要凝聚真身 所需雷霆之力极为庞大 这仙纲大陆既然有地火脉 那么想必定有雷脉 不过眼下最重要的 还是火本源真身的凝聚 大魂门我要亲自去一趟啊 王林眉头略皱 大魂门在他看来 仿若一尊庞然大物 很难喊度 杜青说大魂门老祖修为深不可测 竟然也凝聚了本源真身 王林揉了揉眉心 暗叹一声 我修为还是不够啊 不过也并非没有方法 王林眼中露出金光 他向到了龟一宗 毕竟马兴老者知道 悬逻与自己的关系 但很快 王林就放起了这 循规一宗帮助的念头 这个念头未知性太多 且王林的性格 也不愿行是假借他人之人 靠自己虽有难度 可若我缩地成寸 可以在这仙纲大陆施展 也并非没有可能 王林沉吟中闭上双眼 不再去想本源真身的事情 而是散开神世 慢慢地寻找融入 天地缩地成子的方法 这种神通 对于在仙纲大陆 王林 此后行动极为重要 一旦能重新获得 王林把握会被增 随着其神世散开 慢慢地散出了洞幅 缭绕在四周的天地之间 但任凭王林如何尝试 都始终无法完全融入天地而去 他最多也就只能融入一丝而已 这一丝的融合 无法挪一而去 只能短距离地顺移而走 可这不是王林所要的 自从有一层无形的隔膜存在 阻止他的融合 这隔膜既是仙纲大陆的法则 又是一种无形的压力 在这压力下 一个人的神识 根本就很难挤入进去 这里不像洞幅界 在洞幅界的天地 没有层隔膜 也没有股压力 修士只要能感悟出缩的城市 大都可以融入天地而走 可眼下在这压力中 神识挤入不进去 自然无法融合 不能施展缩的成存 王林隐隐明白 这股压力绝非只针对自己 而是这整个仙纲大陆 全部都是如此 孤儿一度轻的修为 也无法做到 或许唯有修为再高一些 达到了一定程度的巅峰后 才可以强行挤入这股压力内 生生一动而去 数日后 越是艰难 便越是可以激起他的决心 他的神识在这苍龙宗内变化 不断地试图挤入这压力内 时间慢慢地流逝 转眼间便是一个月 这一个月的时间 王林如同闭关 但其神识却是呼啸中 使得苍龙宗留守的弟子 纷纷不敢靠近后山洞赴 都清始终在苍龙宗内 在王林神识第一次散出时 他就有所察觉 但他看了许久 也想象不出王林到底在干什么 直至书内的观察后 他才恍然明白了王林的心思 这是要把神识融入天地 进而与天地融合后 以这种方法进行挪移 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顺移可以做到 但他的这种方式 显然要远远超过了顺移的距离 这种事情 唯有些修为到了空节巅峰的老怪们 对于仙纲法则了解很多 且修为可以抗衡压力 才可以做到 都清摇头 慢慢也就不再去观察王林的举动 一个月的时间 苍龙宗的弟子还不足以寻找到 超出王林神识范围的地火之脉子脉所在 就算是四个长老 也无法做到 他们还在继续向着更远范围搜寻寻找 王林忘记了时间的流逝 盘袭中神识一次又一次 不知疲惫一般 不断地如尝试与天地融合 一次失败就两次 两次失败就十次 又是三个月过去 王林自己都不记得 尝试了多少次 可结果还是依旧 四个月的时间 已经有苍龙宗的弟子 寻找到了没有枯萎的地火之脉 但更多的弟子 还是在寻找中 王林依旧执着的尝试 这缩地成存 他必须要找到方法 否则的话 后续的一系列想法 都将很难完成 杜青已经习惯了 王林的神识 缭绕在苍龙宗的天地 他看着对方每天 都在无数次的尝试 似不甘心的样子 内心慢慢生起了不信 只不过他绝不会表如在外 可内心的不信 却是越来越浓起来 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此人太过倔强 白白浪费了这那些时间 若这融入天地那么简单 岂不是人人都可以如此了 明明就是修为还不够 偏偏要如此 真不知道大天尊如何看中了他 愚蠢啊 杜青摇头 时间一花 又是三个月 王林闭关琢磨着神通 已经整整七个月的时间 他几乎忘记了一切事情 盘系中双眼通红 充满了血丝 神势更是隐隐带着烦躁 这一幕被杜青观察到 他不由得冷笑起来 真不知该不该 说他自不量力 他即便有大天尊看中 即便法宝诸多 凶兽也不凡 可眼下的举动 却是真的很自不量力 我倒要看看 他还准备尝试多久 最后依旧无法成功时 表情会是什么样子 杜青眼中闪过轻蔑 但更多的却是嫉妒 怎么我杜青就没有大天尊看中呢 难道大天尊喜欢的 都是这样愚蠢之人 杜青很是不服 七个月的时间 王林这在他看去 很是愚笨的举动 慢慢也改变了杜青的心思 在他看去 这王林似乎脑子有些问题 王林所在的洞府内 他眼内血丝更多 连续七个月的神势扩散 没有丝毫的休息 即便是他也有些承受不住 但他还是没有放弃 此刻的他 看似还在不断地 尝试与天地融合 但实际上 他是在逼自己 准确地说 他是在以这种方式 催动与其心神相连 在虚无层那时刻中成长的分身 王林在之前尝试了数据后 就明白 以自己的修为 即便是尝试十年百年乃至更久 也居然无法撼动这股天地压力 但他还有最后的手段 就是这正在成长的分身 此分身在先刚法则内诞生 甚至可以说 其本身就是法则的一部分 如此一来 神势能否融合天地 关键的重点 就落在了其分身上 不过在王林的心神感应中 其分身已然沉睡 无法被唤醒 想要其苏醒 必须要非常的手段 孤儿这七个月中 王林不断地散开神势 使得自己疲惫不堪 甚至元神慢慢有了枯萎的痕迹 在这第七个月的最后一天 王林元神因没有丝毫补补充 出现枯萎痕迹的伤 突然他的双眼内 露出了明亮至极的光芒 与此同时 在洞赴界与仙刚大陆之间 无边无际的漆黑虚无层内的某处 一个漂浮在虚无中的巨大的石壳内 盘膝打坐沉睡的王林分身 突然身子一颤 猛地睁开了双眼 在这分身双目睁开的一杀 苍龙宗内 带着不屑于冷笑 准备看王林笑话的杜青 莫然间神色一变 再次露出了阔别七个月的海燃 他呆呆地望着后山洞府所在 李王林缭绕了七个月的神势 在方才的一瞬间 骤然消失 这种消失不是法术 而是真正的无影无踪 似于天地融合在了一起 这种变化太过突然 杜青根本就无法想象 甚至连半点心理准备都没有 几乎就是在他抱着看笑话的心态 随意的一扫钟 突然发生 短暂地待之后 杜青身子一晃 直接冲出所在之地 神势散开 直奔后山洞府而去 在洞府内横扫一劝地杀 杜青的身子剧烈地颤抖起来 没有 我真是靠北了 真没有了 洞府内盘膝打坐七个月的王林 消失了 王林的消失 杜青没有丝毫地察觉 可以说就是在他的眼皮底下 如同蒸发一般 没了 这不可能啊 这没有道理 杜青此刻站在后山的山峰上 脚下一片青草 他神色更为呆滞 南南中他使劲地揉了揉双眼 不甘心地再次散开 神石缭绕四周 一遍一遍又一遍 他还是没有发现半点王林神石的痕迹 不可能 他的神石不可能融入天地 这种事情从未有过 唯有空节巅峰的老怪才能做到 他 他不可能的 杜青面色苍白 眼中的骇人极为浓郁 他忽然觉得 这七个月自己好像在做梦一样 就在杜青怎么也寻找不到王林 甚至内心无法接受 这样事情的杀 一个平静的生意 在他的身后悠悠而起 你是在找王啊 杜青身子默然遗产 猛地转身 双眼瞳孔直接收缩 他看到了自己的身后 一身白衣 神色从容 没有半点狼狈的王林站在里 在王林的身后 似还有一层层 若隐若现的波纹回荡 很快就看不见了 杜青下意识地退后几步 王林的出现 太过诡异 他没有丝毫察觉 甚至若是对方在风采出手 他很有可能会被中创 更是从王林身上 似散出了一股天地的寒气 这股寒气背着苍龙踪的气息一冲 便慢慢消散开来 但给杜青的感觉 依旧是如寒风扑面一样 眼中的震撼与骇然 化作了一股恐惧 使得王林此刻在杜青眼中 变得无比的神秘可怕 没什么 宗门弟子大都回来了 找到了不少的知脉子脉 还取回封印了一些知脉魂 杜青脸强压下内心的震惊 连王开口 王林随意地看了杜青一眼 在他的目光下 杜青下意识地低下道 送到洞府来吧 王林缓缓开口 身子向前一步卖去 化作一道长虹离去 回到了洞府内 直至王林离去后 杜青内心松了口气 但他的疑惑 却是因王林离去时 所化长虹 再次弥漫于心神内 绝不可能 他应该没有融入天地 否则的话 方才其离去一闪就可 他之前气息消失 这一定是顺移 没错 就是顺移 此人必定是不断的失败后 脸面有些挂不住 故而以这种方式结束 杜青越想越是正确 神色也慢慢平静下来 甚至感觉有些好笑 尤其是想到自己方才的一幕 明显是自己在吓唬自己一样 我就说嘛 融入天地这种事情 他根本就做不到 自不量力 杜青内心冷笑 更加笃定 大修一甩正要离去 忽然他的身子矩阵 双眼死死的盯着 王林方才所在的片草地 眼睛直了起来 更是有滔天的海燃 疯狂的涌现出来 他脑海内轰鸣不断 如同无数雷霆乍响 眼前的一切全部消失 只有方才王林所站的片地方清晰 许久 杜青面色惨白 下意识的后退即步 看向后山洞府的目光 露出恐怖与复杂之色 在他不远处 王林之前所站的一片草地上 有一些不多的青涩的积雪 在阳光下 散发出阵阵金光 且慢慢地融化起来 整个天牛洲 唯有极西之处的天山 才会有这种青涩的雪 而天山距离苍龙宗 一个来回的时间 就算是杜青全力及时 也需要以约束于 天山之雪 此人真是天教 杜青在里沉默了很久很久 难难了这一句话 在这句话说出的以上 他对王林这七个月的一切 不屑于轻蔑 全部烟消云散 取而代之的 则是无尽的神秘与莫测 阴隐的 他对王林已然产生了恐惧 至于修为无关 而是对于未知的神秘 产生了一种心神的可怕 后山洞府内 王林拍了潘衣衫 弹缺了其上沾染的寒气 潘西坐在了里 几个月的时间 他终于唤醒了 虚无层内的分身 在其分身苏醒的一杀 王林感受到了一股 说不出的名物 从遥远的分身里 通过心神传递而来 笼罩在了自己身上的瞬间 困扰王林的天地隔膜 骤然松动开来 似其内存在的仙纲法则 在一刻被王林清晰地剖开 如同消失了一样 种种名物 在其心中浮现 可看似清晰 但仔细一想却模糊 王林知道这是因为 他的分身 还处于成长之中的缘故 一旦分身完全壮大 有关这仙纲法则的一切 王林都可以清晰无误 与此同时 古磅礴的压力 也在一瞬间 如同冰层融化 似裂开了一道道无形的缝隙 使得王林的神石 在眨眼间就完全的融入进去 而不再是如之前般强行济入 这一切 全部都是因为气分身 在神石融入天地的一刻 王林的身体消失了 同样与天地融合为一体 在一瞬间 他找到了在洞府界 缩地成村的感觉 这种感觉 对他来说已经久违了 心念一动中 他在一杀出现在了此周的天山 看到了漫天飘落的青涩雪 这第一次缩的成村 王林没有方向 而是随意迈不熟悉一番 但他回苍龙宗之势 却是内心存在了苍龙宗的样子 清晰地出现在了苍龙宗后山 杜青的身后 一来一回 不足伴住相多的时间 若非是脚下无意带来的清雪 就算是杜青也无法知晓 王林曾去了天山 分身刚刚成长了这些日子 就可以带给我如此强大的助力 若是时间再长一些 我的这具分身将是最强之体 王林内心对此早有明误 该是到了去大魂门 吸收地活主卖的时候了 在这之前 我要先把其余之脉子脉吸收一番 看看最终能把火本源 真身凝聚到什么程度 对于自己的聚火本源真身 王林知道越是后面就越艰难 头颅的凝聚 所需的已然不是单纯的火本源 更多的是一股火的意志 杜青在半个时辰后过来掰解 拿着其宗门弟子 取回的一些地火魂 更有一张完整的天牛舟地图 这地图内多个地方 被标记出地火之脉子脉的存在 王林没有客气 直接就把那些 取回的地火魂吸收 不过因其内蕴含的意志不多 对于本人真身凝聚帮助不到 但地图预见 却是对王林很有作用 结果预见 王林便与杜青告辞 杜青知晓王林所谋之事 此时他无法参与 但同样也不会去通风报信 毕竟对于王林 他还是有所图的 更主要的是王林临走前 向他看去的一眼内 平静中没有丝毫情绪的波动 但其脉步中脚下波纹回旋 身子在杜青面前 骤然消失的一幕 却是比任何威胁的话语 更有震撼 杜青心神震动 看着王林消失 许久长叹一声 王林走后 其声音在杜青耳边回旋 杜盗有所帮之事 王某记住了 日后若有机会 定回报于你 王林离去的第七天 整个天牛州内 一处出地火自卖 轰鸣崩溃 阵阵火焰的波动在天牛州弥漫 似乎就连天地的气息中 也存在了炙热的感觉 呼吸进入体内 隐隐产生一丝烦躁 这种事情 随着在天牛州 诸多地方陆续出现 慢慢引起了天牛州内 各个宗派的注意 也派出了大量的门人弟子 抑或着各宗长老 亲自外出查探 只是却没有丝毫的线索 他们往往赶到 自卖崩溃的地方时 所看尽是一片肥墟 半个月后 天牛州某处被黑雾缭绕的山峰 这里曾经有一个宗派 名为七道宗 王林的身影 从黑雾山峰里走出 神色惆怅 这里 他是一定要来的 在这里 他可以感受到洞服界的气息 还有旋逻多年的等待 走出了黑雾 王林回头看了一眼 雾气内的山峰 沉默了半响 轻叹一声 转身离去了 司徒 清水 还有李切梅 还有些转世投胎的你们 如今在哪里 王林离去的背影 很是萧瑟 透出孤独 一天后 天牛州吉西之地 大魂门笼罩的范围内 天山所在 青色的雪花飘落中 一个身穿白衣的白发青年 站在天山顶 目光穿透飘落的雪花 看向山的另一层 天牛之息 站在这里 这青年隐隐可以看到 远处山湾无处 在最深处 一座赤红色的山峰直叉云霄 遥遥在目 大魂门 白发青年喃喃 双眼露出金光 大魂门坐落在群山之间 直冲云霄的山峰 弥漫了赤红色的光芒 远远一看 仿若是一座正在燃烧的火焰山 更是在此山的外围 天地有波纹回到 波纹内似存在了一股 来自灵魂的力量 隐隐幻化出无数七里之魂 发出无声的嘶吼 这里 就是天牛洲最强的两个宗派之一 大魂门 天山之上 清雪飘落 一片片落在王林的身上 头发上 地面上 他站在雪中 看着远处 一动不动 从这里目光看去 大魂门的山峰似并非很远 可实际上 即便是飞行 也往往需要数日才可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错觉 除了天山之高外 还有大魂门散处的波纹 造成的视觉差距 许久 王林闭上了双眼 其神是缓缓散开 慢慢的 他隐隐感受到 在大魂门的群山之下 有一条整个天牛洲的地火主脉 此脉散处无数之脉 铺展在了整个天牛洲的地底深处 且在这主脉上 存在了一股惊人的火的意志 这种意志 不容半点侵犯 唯独在这大魂门的山峰所在之处 这股意志削弱了大半 更是在大魂门山峰下 这主脉从地底深处套出地表 与其说山峰是大魂门的山门 不如说里 是露出地面的地火主脉所化 这一切并非是人为神通造成 而是天地造化自然演变 只能说大魂门选择的山门之处 很是巧妙 更是在大魂门内 有庞博的生机缭绕 王林在外粗略一扫 这无边无际的群山中 存在了不下十万修士 十万修士数量众多 可隐藏在群山内 却是不见踪远 更是在群山中 存在了一股股 极为强大的本源气息 代表了一个个 踏入第三步的大能 仙纲大陆的大魂门 的确很强 此门一踪之力 就可横扫东腹界了 王林神色平静 目中露出沉吟 若非是火本源真身的缘故 王林不会去招惹 这样的庞然大物 但如今这大魂门下的地火主脉 对王林极为重要 即便是虎口拔牙 王林也要尝试一番 他这段日子 已经吸收了不少紫脉 慢慢的体内火焰本源 已连达到了一定程度的饱和 再无法对真身起到作用 这一点 他之前便有了心理准备 毕竟这种所谓的大魄 实际上已修饰的丹药类似 同样品质的丹药 一旦吞得多了 效果自然越来越少 直至完全没有了作用 除非可以吞下 更高品质的丹药 比如这条地火主脉的意志 威逼双眼 王林身子向前一晃 无声无息间 没有半点长红幻化 其身飘然从天山而落 直奔大魂门而去 其行走间身影闪烁 每一次闪烁都是无尽距离 仿若瞬移一般 急速地接近 说个时辰后 王林走过了修饰 往往需要数日的路程 看到了大魂门所在的群山之外 在这里 天地坚火地波动越加密集起来 隐隐出现无数排斥之力 阻止王林进入其内 可惜鬼脸帆在储物空间无法取出 否则的话 说不定可以借着鬼脸帆 进入大魂门 王林身子停顿下来 看着不远处的群山 还有群山中的赤红山峰 轻叹一声 他群山的气息在这里 已然完全隐匿起来 不漏半点 整个人看起来如同一个凡人一般 盘膝坐下后 王林闭上了双眼 等待起来 在其盘膝坐下的一瞬间 他的身体慢慢模糊 最终化作了一道烟丝 飘忽不定 缭绕在一旁 大魂门这样的宗牌 其山门的禁制大阵极为厉害 飞起宗门弟子只怕刚一碰触 立刻就会被大魂门察觉 想要进去 必然需要等其内弟子有人外出后 山门阵法出现不动时才可 若是寻常修饰 或许会选择融入大魂门外出的弟子身体内 以此进入大魂门 但这种方法存在了一些弊端 尽管看似很好 可实际上大魂门宗明内有魂之一字 显然对于魂的理解极为透彻 否则也不可能会有多重幻术的神通存在 如此一来 融入其弟子体内进入大阵 很有可能王林还没等查出端倪 就被阵法发现了身份 这样的尝试 只能有一次 王林不愿如此冒险浪费掉 他宁可相信自己的修为与对禁制的理解 他需要的 只是大阵出现波动的一伤 三天的时间一晃而过 这三天中 大魂门群山外的阵法 一共有314个弟子进进出出 阵法波动了314次 每一次波动 王林所化的烟丝都没有轻举妄动 而是不断的观察 以其对于禁制的理解 寻找这阵阵的破绽 毕竟在王林身上 有极为罕见的禁制本源存在 他没有交集 他有足够的时间与耐心 平静的继续观察着 时间又过了七天 七天中 近千次的弟子进出 近千次的阵法波纹晃动 慢慢的王林看出了不同 这阵法的波动 以弟子的身份不同而变化 更是在这一共十天的时间内 王林看到了一千多个 秀为不同的大魂门弟子 在他们身上 也看出了一些大魂门修饰特有的变化 比如灵魂 每一个大魂门的弟子 其灵魂若比于成火 都极为旺盛 轻易不会出现波动 十天的时间 王林还是没有出手 他继续观察了下去 只只有过了十天后 这一日 一个外出的大魂门弟子 在临近群山阵法 身子融入近去 阵法出现波纹的一伤 王林所化严丝 骤然冲出 这颜色无形 杀就出现在弟子 进入阵法的身子旁 此刻阵法波纹回到 弟子身体完全融入近去的一瞬间 王林所化严丝 默然的钻入进去 在其钻入的一瞬 王林的禁止本源扩散 抵消阵法的同时 更是快速的模拟 他这二十天所看的一切弟子 短短的数息 模拟变化了数百次以上 直至弟子身影 从阵法内出现 没有半点察觉的 向着群山飞去时 王林所化严丝 同样进入到了阵法内 他的进入 没有引起阵法丝毫的变化 亦或者说 一切的变化 都被隐藏在了之前 弟子入阵泛起的波纹内 无声无息 王林所化严丝 在这群山中慢慢飘去 一路上他看到了 不少大魂门的弟子 一个个来去匆匆 向着群山深处的赤红色山峰接近 烈士临界 一股地火注卖的气息 就越加清晰地传入王林心身 眼看距离赤红山峰 还有不远的距离 远处天空有三道长红呼啸而来 长红内有两女一男三人 这三人直奔赤红山峰 王林无暇去查看 像这样的长红 他这一路看到了太多 但就走这时 突然从赤红山峰内 莫然间有一道神石轰然而起 向着山下急速蔓延 沙就覆盖了大阪 这神石极为强悍 绝非寻常修士可以拥有 这是度过了九次玄界 真正的踏入到了空节出息的强者所散 且神石略有阴柔 这一点若非拥有一定的修为 则很难察觉 王林在感受到神石的一杀 就立刻判断出 这是一个女修 其神石扩散太过突然 若非王林时刻谨慎 怕是惊慌之下顿时就会被发现 几乎就是在神石扫来的一瞬 王林所化阉丝默然向后倒卷 几乎就是与神石与同样的速度 一个扩散 一个后腿 堪堪避开 只是 这神石城扇形扑展 横扫之下以赤红山峰为中心 向着四周扩散 王林即便可以避开一时 但用不了多久 就会被察觉到 且在这神石横扫的遗水 大环门的群山大阵 立刻拨文回到 顿时封锁下来 这一幕变化 让王林大吃一惊 王林来不及多想 此刻神石呼啸而来 眼看就要将其笼罩 在这一杀 王林急急后腿 四别无所避 他不假思索 直奔天空从远处 飞来的三道长虹而去 以最快的速度 直接就冲入 三人中的男子身体内 之所以进入的是 这男子体内 与秀卫无关 而是因为神石 是一个女修所散 按照王林的判断 秀卫到了这种程度的女子 大都高傲 对于男性弟子的身体 应该不会太过仔细搜寻 毕竟搜寻之下 与看到赤身裸体 没有区别 几乎就是在王林 所化严丝 进入男子体内的遗水 神石呼啸而来 从这男子身体内一扫而过 没有停留 直接扫过后 向这远处铺展开来 把这群衫全部覆盖后 这才慢慢的散去 群衫大致 在这神石散去后 也不再封锁 而是重新运转开来 并非是察觉到我的存在 而是这大魂门 有大能之被 不定时散出神石防范的习惯 王林在男子身体内凝聚在一起 化作了一个气悬 被其禁止包裹 愣着干什么 还不跟上 要是耽误了 给诸位师姐送去解魂过的时间 我们可担待不起 王林沉思中 听到男子身边的一个女修 呵斥的声音 王林终于来到大魂门 这里是王林凝聚 第一道本源真身的地方 更是王林此生最重要的一个宗门 也是未来新的恋魂宗 大魂门有一座藏经阁 藏经阁的地尸层非常神秘 里面有一具尸体 这具尸体早在无数万年前 就已经算到了王林的出现 更是算出了王林未来 会成为先钢大陆的踏天井强者 他之所以死亡 更是为了给王林赎嘴 因为他暗中算计了王林一次 那么 新刚大陆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啊 后续剧情大家可以点击关注 就能在第一时间接收到更新通知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